在这边逛逛吧 做个咖啡给你喝 好啊 我上次听你说 你跟小杨起出来 你拉花之后 其实我还一直很想 喝一杯你亲手做的 我就觉得吧 丹妮你去加拿大 跟他在咖啡 帮他经营那三个咖啡厅 你会很幸福的 啊 简单挖了一个 有点像一天 有点像一个蘑菇 是的 丹妮你开口吧 跟我走吧 那我可以试一下 不怕花吗 可以 我试一下啊 先写一点 融合 对 融合 嗯 高一点 很均匀的就是 是 对 转身 抱住 亲一下 我就说你粉红色 我就说刚才那个距离 就是 是 你们俩都是少女的 不行 现在 我来 对吧 就很近很近的住 这偶像剧就亲一下 快点 转身 最好是那个 丹妮不小心转身 然后碰到了 我就会这么赏的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对 走上去都是这样 然后就一个对视 然后就 一段背景音乐 你差不多明白那个意思了 行了吧 就像个兔子吧 送给你了 我把它合掉 行 我们纪念一下 好 我拍一下 这个很抽象牌 挺厉害的 两只鹅走在一起 然后一只鹅回头了 那我们找地方坐着吧 好 也好舒服 喝喝你的咖啡 还是很好喝的 感谢夸奖 你是人生中 第一个喝到我做的咖啡的人 第一个喝到我做的咖啡的人 可以 哇 厉害 还是很好看的 这边 烟雾缭绕 苍山 苍山而海 而且现在雨过天晴 对啊 一下子就是空气都特别的爽了 清醒 挺好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真的是我的真实 真实想知道的 你每天信里写的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我觉得是真实想法 我也是 就是我一开始还觉得 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表达的人 然后如果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话 可能有些话 我连微信上都不可能会打给你 对 但是在信里面好像是 是来自另一种时空的武器 就是我可以 对信 超脱某些限制 可能我写的会比我说的更明白一些 我也是这样觉得 其实我挺想问的就是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像一个什么样的植物 植物 其实我觉得我 我 我 可能像一个橱菊 像一个橱菊 就可能外表比较冷淡 可能有一点淡淡的小哀伤 对 但是呢 橱菊一般都是陈醋开放的 其实陈醋开放之后 你会给人一种 很长久的温暖的感觉 我明白 我不是那种看上去一个非常璀璨夺目的花朵 我不是那种看上去一个非常璀璨夺目的花朵 我觉得你是一直在有着自己的计划性 然后按部就班的在一步一步的来 就很多时候就是能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的人才是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才会这样 我从来没觉得这些也是一个优点 所以我就觉得遇到你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我也是这么想 他俩好配 但我觉得他们俩的世界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用心不用力 这真的他有他们的语言 他们是他们彼此我感觉是 很懂 真的 他真的自在洗一点 今天吃火锅是吧 对 我先洗白菜 然后其他你看一下把它装一下 装出来 对 那全部拿出来吧我 这两个人游戏吗 你 先给我抽一下 送你 送你 嫌弃 嫌弃 你知道这个多难得吗 整颗白菜 拨 弄到最后就这么这一块 你居然嫌弃了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他确实丑了点 不瞒就说 行 辣椒可以炒一下 更好吃 我 你鸣子 都不浪費 你可以鸣子 一定要去工夫 一定要去工夫 医院 等等 太痛了 你不知道这个数捩 知道是谁回来了 你知道是谁回来了 你回来了吗 是咱们的甜甜CP 哈喽 我们准备了火锅 对 你们他们远远走过来 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就那个 服饰超级大 有没有 对 我也觉得 你们要不再重新走进来一遍 给我看一下 那想要看一遍 来 我看到了 那你们走一遍 我愿意再看一遍 对 我愿意再看一遍 那你帮我们拍几张照片 来 感觉好像走秀一样 来 三 二 一 开始了 开始了 你们在家呢 你好 好像角度有点不太对 对不起 什么 天天给你弄吃的 你们两个去 现在听我命令 去那中间站着给你们拍一张 你好凶啊 趁在中间站着 是不是还有那种气势 三 二 一 我有种余生会把这只猫都想带走 三 二 一 来 看镜头来一张 很甜蜜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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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烧热水 你要不要喝点 当那个煮锅里用吧 你要不要再喝点汤 不喝了 倒直接吃吧 来给大家 分棒棒糖 好可爱 这是那些阿兴和文君给我的 哦 你们喜欢什么味的 你可以猜一下我们最喜欢什么味的